看一看他们晚上住的环境 好 看看四百块一碗的帐篷 到底跪在哪儿了 看它够不够暖和 对 走 行 还给我们个锅 能泡脚 哥 那明天煮饭吃的 你泡脚煮谁吃的 可以 哇 挺好的 这还不错 气垫床 对 气垫枕头 我们之前没有 我之前都是软垫的 这太好了 我风哥一点都不想不难过 我感觉我风哥超开心 我很幸亏是吧 对 你要不看你旁边 小心 小心 对 我提醒大家晚上 走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有很多这种绳子 哎呦我舒服 哥要不然这样 那个我一会儿召集一下 哥哥大姨啊 然后女孩子们 你在这里做运动 然后我在外面看 我对啊 你收鸣票 然后我们赚点外宽 好 对 什么 这样旅费就有了 你第一天就把我给卖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又很享受 第一天 虽然舍不得 但是我觉得 也不失为一个体验的好机会了 而且 往后旅程这么长 对不对 对 总有轮到我们的时候 哈哈 啊 我相信 今年的村民 不会像往年那么善良了 哈哈哈哈 从今天第一天 我已经深刻感受到了 我也是 村民们 回家呀 哈哈哈哈 善良的村民去哪儿了 哈哈哈哈 不是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这节目是怎么从第一季到这一季把我大哥逼疯的 哈哈哈哈 我好好一个 呃 偶像明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好好 没有 那开玩笑 开玩笑啊 辛苦了 好 辛苦了 不辛苦 当你说把零食留给我的时候很感动 哈哈 弟弟妹妹们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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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走 走 大哥多开心 弟弟妹妹们 说赶紧走 赶紧走啊 快点 快快走 别聊了 快走啊 你吃觉了 拜拜 拜拜 他们还兴奋呢 他们俩不知道咱俩就是翡翠之心 我们是这儿的瑰宝 没错 我们俩明天就冻在这儿 你你念我这样 你念我就是 这样 就是翡翠之心 我俩就是这样 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 哈哈 真的吗 但是又有一点 谢谢 庆幸的感觉 谢谢 因为今天确实很饿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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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晚安了 晚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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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安